大家知道我们营生公司上个星期六推出了什么 咖啡 什么咖啡名字 Summer咖啡 Summer咖啡 等一下我请你喝多一杯 对啦就是Summer咖啡 那么为什么我们公司会推出咖啡 其实大家知道吗 市场上可以讲是世界上 咖啡是第二大饮料 那么第一饮料是什么 飞 啊聪明给Summer咖啡一个掌声对啦 所以你看 人出来喝水过后 第二个饮料就是喝咖啡 所以我们公司是不是要煮咖啡 啊占据了这个市场 真的我被发现哦 你家里哦 十个人可能就有五个人 超过一半就是喝咖啡的 所以咖啡是很大的市场 那么要推出一个好的咖啡 是不是要一个很独特的配方对吗 好 那么今天 所有的人喝咖啡是什么时候喝咖啡 早上 早上喝 为什么会早上呢 早上其实很精神 为什么还要喝咖啡 上瘾 上瘾 其实是很累啦 我可以发现 晚上 好像有些人 上班啊 上夜班啊 还是熬夜的关系 就第二天 醒不了 就会来一杯咖啡 那么 大家其实有没有想一想 你喝的是杯咖啡 是做什么用 爽 爽 爽 所以同样的咖啡就是有个独特的这个方面 哇 你看 好 亲自送上了 没有送上了 亲自送到来了 OK 那么 今天我想 大部分的人哦 刚才讲 都有 他什么 他前一个slide好 好 每个人都在喝咖啡 你做一个market survey很简单 问他你有没有喝咖啡 你问他你喝的咖啡是什么 bread 或者是什么 配方 三合一包装的 那么 你要问回他今天 你有没有想过 你喝的这杯咖啡哦 其实 含有了什么东西 知道吗 他可能讲我不懂了 我只是喝罢了 因为便宜 大包 有offer 我去烧几包回来 对不对 那么真正说 如果说你要健康的话呢 其实你要探讨一下 你每天 所喝的这个咖啡 到底给了你什么东西 好不好 那么今天我会 推荐的这个summer coffee呢 刚才我说 哎 他是一个很独特的咖啡 因为他不再是三合一咖啡 他是多少合一 七合一 为什么我们要推出七合一 不八合一 三合一 什么一 因为 其实 这个是一个 so far我觉得 他是比较整合性的 那么 这里头的这个summer coffee呢 他有什么呢 等下我会给大家一一介绍 最关键就是刚才说 哎 今天的喝咖啡 你必须要怎么去选择 对吧 那么最关键就是 你要去了解 你喝的这杯咖啡 有没有一些杂质 有没有一些化学的调味机在里头 有些咖啡你闻下去很香 其实里面可能含有一些咖啡香精 可是今天 哎原来不只是咖啡香精哦 有些厂商为了要谋取他的那个啊 第一路呢 他会放了一些 杂质进去 我通过这个影片你去看看 他就是 为了提神 您是不是常常喝很方便的三合一 吉隆咖啡呢 通常咖啡豆的成本是很高的 所以既然有人用绿豆粉与甲乱蒸 我们记者也请华晓老师示范 就会发现 如果说你用绿豆粉加上色素 然后再加上一些冰糖 以及咖啡香精 就会跑出来跟市售吉隆咖啡 一模一样的味道 三合一吉隆咖啡一小包15公克 加紧热水 可以放出一大杯香濃咖啡 糖奶精都帮你配好了 但咖啡粉不见得是咖啡豆 磨出来的 一包三十几块的绿豆粉 化学老师 能将它变成三合一吉隆咖啡 只要再准备色素 冰糖奶精和咖啡香精 先将黄色绿豆粉倒出来 加进粉末状咖啡香精 用深咖啡色素来调色 把特意状冰糖 磨成细粉调和 和市售吉隆咖啡粉比一比 颜色差不多 成本却差很大 可以做成50杯的 那个咖啡粉的分量 那如果是真的用咖啡 真的用咖啡粉做出来的几个咖啡 跟那种用绿豆粉的话 它那个价差成的大概差 大家可以差到一两百杯那问题 泡出来以后 更是像其人试文试歌 不不分的出来 这杯是一杯的 双合一的咖啡 一杯比较 其实它喝起来 比较像有一点点蒸咖啡的味道 其实比市售三合一咖啡 还像蒸咖啡 其实咖啡专家就说 三合一几肉咖啡 已经加了糖奶精 咖啡的味道很难匹别出来 想用几肉咖啡提升 可能喝到绿豆粉的山寨无少 好 今天你看到 原来咖啡 它也可以加一个添加味 叫做绿豆粉 想都没有想过这个东西 那么今天我们公司的 Summer Coffee 是用什么豆 所谓的 所谓的 不是绿豆那个豆 是那个咖啡豆 用什么豆 Arabica Arabica 还有 Robusta 其实这两个呢 都是非常优质的 品种的一个咖啡豆 特别是Arabica 其实Arabica呢 它味道是非常的香浓 可是如果说香肥的话呢 可能它 像 Robusta 它就会有带点苦色味 可是两个呢 都有它的特点 那么在全球 比较多人 选用的就是Arabica 可是Arabica很贵 这个是重点 所以一般在市场上 大部分都只会选用Robusta 所以都会很苦 你喝到那咖啡 它的味道为什么特别的苦 就是因为 它添加大部分都会加的Robusta 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添加 因为它其实里头也是有一些 活性成分 抗氧的成分 所以只要它在黄金比例的话呢 它的这个咖啡的那个味道啊 它营养素是OK的 那么说到这里 大家了解的咖啡方面 对不对 就是咖啡豆 那么最关键就是 今天你每天喝的这个咖啡 如果说我再加一些营养给你好不好 好 好 因为除了说营养 除了说你每天吃很多的营养什么 哎 倒不如我们把它融合在你 每天的咖啡里头 就比较生活化 你可以无意中 释取到一些营养价值 那么 我们公司放了什么好料给你们 什么什么原料啊 Donga Ali 啊有听客啊那天对啊 为什么我们会添加Donga Ali呢 其实它是属于是天然 我们本地国宝级的制补品 在座如果真的没有听过Donga Ali要打哈比 因为我们不是马来西亚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出名的草药 特别是 你有见过这一位我们的前首相 他也非常的推崇这个Donga Ali 他拿的这个不是树子哦 是一只很大条的Donga Ali 哈哈哈 OK 那么为什么他这么推崇这个Donga Ali呢 因为你可以看到他多少岁了 他大概是现在已经90多岁 可是他人精神啊 非常好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现在为止 他还是 还是有在服用这Donga Ali 这个草药 补生 给他身体活力 所以在他在职的时候呢 他超过22年哦 他在职 你可以看到他 还是依然的保持精神饱满 那么他也推荐给很多的国外的朋友 在外交的时候 特别是美国人 他们很喜欢这些有壮阳的东西 那么说到壮阳 因为外国人他们也是要有一个 所谓的study嘛 所以呢 我们的孤马呢 之前呢 他就找来了那些UM做research 诶 那个research呢 他就很独特 他就找了两只老鼠 一只是有喝Donga Ali水的 一直是没有喝的 那么这是一只公的老鼠啦 哈哈 所以他每天给他喝 诶 继续观察他的那个 身体的那个活动量 诶 就发现有分别哦 有喝和没有喝 喝了过后 他那个老鼠就比较active 过后呢 他就加了另外一只母老鼠进去 哈就看到不同的东西发现了啦 哈 那跟你们自己去幻想啦 OK 所以就慢慢的 诶就发现 然后去研究原来呢 Donga Ali呢 他可以提高男性和尔蒙 哈 那么女生有没有男性和尔蒙 其实是有的 只是是比较少量 所以女性与有温柔的一面 对不对 哈 那么 这个呢也是变成的所谓 现在我们生的是天然的催情药 可是他不会是极客 他是属于是比较天然的方式 在座 哈 大家知道 哎 Donga Ali嘛 是不是 其实你知道哪里找到吗 这个Donga Ali 他在生山 Oran Asti 他们去把它挖掘出来的 其实这个东西 他不可以是 啊 耕种很多很多 他必须要在生山的 的那个环境 他的这个 呃 生长过程呢 其实需要呃 蛮久 刚才你看的那一个 一大棵的 那个是需要超过20年 所以少的话呢 小吃的话呢 是5年 所以这个 野生的冠 呃 冠盖植物啊 他需要很多的这些 呃 所谓的雨水啊 去挂领他 然后他才能生长 而且为什么呢 我们叫做Donga Ali呢 其实在马来人呢 他有个名称 他叫做阿里的拐杖 在越南呢 就称他是为 自白病的树 说到Donga Ali 其实他有一个传说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听过 为什么叫他Donga Ali 这样得意的 不叫他Donga Ahmad 不显名称 其实他有一个传说 那么在以前相传呢 就有一位呃 原始人我们叫Sakai Hora Asti 他叫做Mohamd Ali 所以就是有这个Ali 他在90岁那一年 啊 因为要去狩猎 要去找东西吃 他就进了去深山投 可是可能年龄的关系 他有点隆隆 他就迷路了 他就找不到他的路 那么他就要去开路嘛 他就找了一只树 树根 啊 然后 哇 因为没有东西吃 他就在鸡不择食啊 就嗯 看到有一只树根 他就吃咯 诶 无意间 他有发觉 吃了这个树根过后 他体力非常的好 啊 然后呢 经过了几个月 他终于回到了他的部落 回到他的肝崩 可是回到去的时候 诶 全部我让Ali吓到 喂 当初几个月前的那个 阿姨阿里啊 怎么变成这样年轻了 然后呢 身体本来有一些病的 也没有病的 因为他太年轻了 也太帅了 他也回去娶了几个老婆 九十多岁 又再生孩子 啊 那么那些人就很好奇 到底你做什么回来 是不是去转容 哈哈 没有啦 其实他就是讲 我当初拿着那个 董嘎回来的时候呢 我就是吃了这个 是我的命根啊 我吃了 给我身体有力气 帮助我的 我的那个方面 也非常的强 所以慢慢的就散开起来 哦 有着这个所谓的 董嘎阿里啦 啊 那么还有你看到这个 马吉拉呢 其实这个是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呢 有一位叫 马吉拉他是一个抗英的 就是抗英这个英国的英雄 民族英雄 他也是在打仗的时候呢 在深山的时候 在深灵 他们就为了补充体力精神 他们也是吃了这个董嘎阿里 那么你看啊 他其实是在124岁去世 你可以看到 他可以这么多 就是这么长命 原来他每天呢 他还在之前呢 都很在服用东嘎阿里来补生殖 其实东嘎阿里是一个非常滋补的一个 我们讲的草药啊 除了说有东嘎阿里这个称号呢 他有一个称号就是马来西亚的人生 我们华人懂不懂人生啊 很很懂 人生是很滋补的 可是马来西亚也有出人生哦 我们的东嘎阿里 而且根据研究发现呢 他的活性身份是超过108种这么多 特别是其中一个叫类黄东 他是属于一种抗氧的东西 他是五倍更高过人生 所以今天吃东嘎阿里的时候 你的身体的那个活力也非常好 就是因为这个抗氧的物质在里头 所以今天吃东嘎阿里也好像是在吃人生 在读生子 那么 这个东嘎阿里来说 其实 市场上我相信你们买咖啡 有时候看到一些packet 他写着东嘎阿里对吗 可能你会想 到底他用的是什么品种 或者是顾客会问你用什么品种呢 其实他用的只有一种 市场上最普遍的是黄色而已 为什么黄色呢 因为他是最容易找到 而且他是最多 也是属于是比较便宜 如果是在他们厂家方面 可是至于其他的品种呢 是很少有很limited 是很难找得到 也是也是最珍贵 那么其实他这三种 他都是有着不同的活性成分 就好像人生有没有分几个品种 也是有啊 其实 那么说到这一边的话呢 他的分别就是在于黄色 他的味道是比较苦涩的 所以市场上还有你看到那个包装 卖的东嘎阿里 是不是很大吧 很大呀对不对 其实里面为了要遮盖那个苦味对吗 他又加了一些糖精蓄 好 所以看起来很大包装 其实他里面呢 是加了很多的烟雾精蓄 再来 有加了这个黑色的 黑色其实我们有称化为是黑金刚 黑金刚 他也是有帮助补色方面 因为我们华人说 黑色就是补色嘛对不对 颜色方面 那么再来就是红色 有着红生的这个名声 他也是帮助于我们身体的血血环方面 如果说更深入方面呢 其实我请来位专家 他会跟我解释得更清楚 好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影片 各位 来 各位我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下 东嘎里 东嘎里方面 有计为三种不同的东嘎里 有红色 有白色 有黑色 但 其实是黄色 不是黄色 都是在提升我们的这个成长速 让我们的高纹能够刺激它 让它自然的长出 雄心伯和盟等技术 给予我们的一些统技术 让我们的身体上 回复第二次的发育 第二次的青春 所以这个东嘎里 是最天然的五虫菌 让我们很直接的 让它能够自身生长 所以东嘎里方面 我们这里有气氛 为白色东嘎里 这白色东嘎里 它的味道是比较浮的 所以它也比较特别的 所以它浮一般上 我们的是所浮方面 能够清热 能够解毒 能够排掉一些 四色气氛的东西 所以这个白色东嘎里 能够让我们的那个尿酸 胆固醇 痰尿病 高血压 或者是全链腺 等都有很明确的疗效 近代医学也已经化验出来 它在预防这个理性的子公癌 跟艾滋病方面的化学成分 它也有一些 很好的疗效 所以这个东嘎里 在我们这些国家里面 对一些热带的病毒 普通症症等 都严禁的 都有它的效果 第二呢 就是这个红色的 红色的东嘎里 我们也俗称红色 红色呢 它呢 在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提高我们的 抵探力 跟我们对氧 氧化方面 还有我们的腰症 背痛啊 免疫系统啊 这些红色东嘎里 就比较适合这一方面的人群 应用 这颗是黑色的东嘎里 黑色 终于在说 黑色就是 胡胜 胡胜 胡胜就是胡血 所以 一些身体上比较稀弱的 血气不够的人啊 就更加适合 适合这个 东嘎里 黑色的 所以 这三个 种东嘎里 哪一个 都有它 有不同的疗效 有不同的效果 好 现在对人生 不是人生 是东嘎里 是马来西亚人生 有没有了解 少少 少少而已啊 如果说大家要这个影片 我可以share 给大家通过 就是 whatsapp 或者是到时候我们 face我也是会share 所以顾客问题的时候 啊 你是share这个video 他会更加的明白 那么 对 刚才看到的 这个东嘎里呢 其实它有超过很多 很多 我们讲整合啦 18个啦 所以主要就是 消除你的疲劳 就好像人生的功效 还有 它就是注尽我们的 这个 新生代谢 我们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也从而 他可以 达到抗癌的这个功效 那么 刚才他有提到说 他也可以退热 就是说我们 马来西亚人 常常有那个 普通热症嘛 他也是可以解决 他有退热 退热 这个问题 这个方面 最主要就是 他是强盛方面 所以男性需要吗 很需要 这我不需要 需要 女性需要吗 其实女性 也是 凯文一定要拍好 他也是非常需要啦 不管是男性也是 女性有没有胜 有吗 送我你摇头 不需要 ok 来 对为什么女性也需要呢 其实在以前呢 Oran Asti呢 他们没有多少的草料去吃 所以他们一直拼命在生孩子 对不对 我也不懂啦 我看到他们每次Oran Asti 就看Dorelli发售 看到很多个 所以他们只要去滋补呢 他们就 吃一些东哥阿里 这种 呃 温热的东西啦 所以他有着一个 残后调 就是滋补调铃的作用 特别是因为 他可以呵护 染草方面 啊 那么 整个来说呢 哎 为什么女性可以 可能 可以吃这个东哥阿里呢 因为 有沙利呢 已经是证明说 不管男性或女性呢 其实东哥阿里呢 都是适合的 特别是他可以 帮助我们身体达到 因为我们说他有抗氧的成分嘛 所以他也是可以抗老啊 而且他有提高我们的这个肌肉的 那个 能量 还有肌肉的这个方面 再加上他也可以促进我们的血血环 那么 今天 不要被 哎 以前的那个思想 哎 东哥阿里是男性的 啊 因为 其实以前呢 他们是为了 就是让 哎 还有一个他的好朋友 叫 他让他 就是一个男跟女的 其实东哥阿里本身 他是一个很好的草药 不管男性或女性 都是可以 不用的 那么 刚才我们提了咖啡豆 对不对 然后增添了我们的营养价值 是在我们的咖啡里头 第三个重点 其实大家必须要知道 而且你要告诉你的顾客 其实如果你每天都在喝咖啡 每天都在给你身体加酸性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上 咖啡本身 本身呢 其实他有一个 呃 他有点果酸在里头 也是属于抗癌 可是他不会造成你身体酸性 造成酸性的原因就是 加了很多 什么 糖 真的 你加了糖进去 你的咖啡本来是好的咖啡 他就变成一个酸性的咖啡 那么今天大家必须要知道一个重点 我们喝的咖啡一般上他的pH就在于4.5 酸吗 酸 我们的身体必须要处在多少 7.45左右 如果每天你喝一杯 你知道用多少的水去综合吗 多少在这里 成7杯水耶 那么今天我们讲每天要喝至少多少水 8杯水 可是你喝一杯咖啡 你需要17杯 根本综合不了 对不对 如果你又喝超过两杯 更加是不可能去综合你的身体的这个酸性质 那么有什么一个营养物质 可以把你的身体这个酸性可以调整回来呢 就是添加 竹烟 其实竹烟呢它丰富着非常多的矿物质在里头 那么这个竹烟是哪里来 可能谷歌问你 诶我的你讲有竹烟是哪里来 你必须要知道它是来自韩国的 我们采用的也是来自于韩国国宝籍的这个竹烟 其实竹烟它是除了是有矿物质之外 它也是很高抗氧 那么可能里面很奇怪到底竹烟是哪里来 竹本身有生烟吗 还是海本身有烟 可是竹烟它其实是我们可以讲是人工的方式把它放进去 可以看这个画面 可以其实就是这样子 它把它海中的这个海盐 加进去了这个空的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竹里头需要用三年以上的把它放进去 再遮盖了一些黄土 然后放置了一些松木去燃烧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矿物质来源从哪里来 从海盐 从它的竹本身再加黄土 再加一些松木 在这燃烧过程你知道用多少的温度吗 是九百到一百四十度 一千五百度 一千四百度 对啊一千五百度 所以它的温度是超高的 一百度已经很烫手对不对 千多度啊 什么都融对不对 所以它做出来的时候 它是这样子一块一块灰色的 那么你有吃过煮盐吗在做 有没有吃过真正的煮盐 有吃过那个味道吗 没有啊 其实它味道是很臭的 好像臭鸡蛋 为什么这么臭 因为它就是融合所有的这些成分在里头 只是猪烟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那么大家想不想看一下真正的画面 猪烟是怎么做的 想吗 来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影片 比较精细演唱 我们的方法 是一个方法 生命竹岩的制作过程 是依据韩国历代乡船 百分之百有机竹岩传统的地方 首先 将韩国西海岸的无污染天然海岩 装入三年以上的竹子 盖上挖自山山二十米下的纯净黄土 用特制的模具 以松木在高达一千至一千五百度的高温中 反复地移动 是一种烧烤的 这样能完全的把重金属和有害物质去除 并保留了盐中的油衣成分 更吸收了竹子及黄土的各种精华 大量增加了竹岩的矿物质 最后 盐巴融化成液剂 冷却后形成固体状 其实竹岩除了说他有丰富的控制 因为有听过竹岩也是解毒之王 所以今天你喝的这个咖啡 他也可以帮助排毒 就是这边来的 那么竹岩 他浇了进去在我们的咖啡 他就可以把这个酸 可以说本来是属于有点酸的咖啡 他就会简化 把它变成一个保健的咖啡 所以今天竹岩也不是很好 可是你不需要这么麻烦 又去找竹岩 特别去买一个竹岩添加进去 我们已经把它直接融合在里头 非常方便 那么最后一个重点 我们喝咖啡 刚才有讲到说糖很多对不对 那么 你们去介绍给顾客也好 你们也可能必须自己了解 想当年一路以来 你们喝了这个咖啡里面 还有多少的糖对不对 我们来看看 其实一般平均啊 我们做个统计 一杯咖啡 就含了超过15茶匙 15茶匙等于多少gram 就是一茶匙就等于4gram 那么 升起来就是60gram 想一想 想一想你喝的是一杯 如果说我早下午又会一杯 晚上会一杯 你喝的那个糖是超标的 所以已经有那个报导指数了 所有你喝的市场上的咖啡 其实都是属于是 已经是超过健康的这个标准了 那么马来西亚 我们来讲喝糖也是 太定义了 其中一个榜首的国家 每天我们马来西亚 喝的这个分量是26茶匙 每一天哦 刚才我们讲吃的多少 15茶匙 那么还有其他吃的东西呢 你吃的一些食物上也是会有一些糖分对吗 所以今天如果说持续吃糖的话呢 身体就会造成很大的负担 就会造成糖尿病 那么 如果说我们健康的人需要多少的糖 其实糖也是需要在我们身体社区 可是我们最多一天 男生方面是9茶匙 女性是6茶匙 可是 如果说 有的选择 我们不要这个咖啡里面 不要加这个糖 可以放进去 让他可以喝到那个甜味 又不 又不会喝到这么难 难饮的这个咖啡啊 可以加什么东西 给他增添那个味道 天业菊 其实是 对啦 很厉害 那么 这个田业菊呢 其实是 一个很天然安全的代替糖 他属于是100%的植物性的一个 天然调味剂 你不会造成那个血糖的标高 因为这个糖呢 他不会直接被你的细胞去摄入 所以他不会影响你的血糖 也更是更甚至是不会影响你的这个糖尿病这个问题 最重要就是因为 其实他的甜度很高 可是我们用的份量是很少 比如说你看 我们加1g 就等于是200g的糖了 所以他是很少很少糖 可是他就会 给你一个很甜的口感很 所以你喝的时候 有那个gumgum的味道 除了是来自于东干阿里本身 也是这个stevia 他有这个回甘味 有那个甜的味在里头 最重要女性特别关注的就是卡路里 这个不会让你有那个卡路里的问题 所以不会吃到会造成肥胖 OK 那么总和来说呢 我们的咖啡有什么不同 第一它的配方方面 我们是采用多少 7盒1 7盒1 再来我们的咖啡豆是选择是 柚子的咖啡豆 Arabica 和Robista 那么 糖方面 我们有没有添加 没有 我们就采用了stevia 好的一种天然糖进去 再来我们的这个咖啡 属于是碱性的咖啡 最后就是营养是非常好 最近你喝的这个咖啡 其实是属于是保健的咖啡 不是喝一般提升的咖啡 没有 那么我们的咖啡很好对不对 然后也是会有一些 健康的人会觉得其实咖啡是不好的 对不对 他们的观念 那么大家必须要知道 最近有一个新闻报导 已经指出说 其实每一天你喝一点咖啡是好的 可以喝到多少杯 他说是三杯 可是我的个人的建议 你那种角度是觉得两杯是最多了 OK 那么 他会说到三杯的话呢 可以长颜易寿 再来 也可以 让你的那个生病的几率比较少 其实这个是最近 在美国他们的一个研究 他就统计了18万个人 和有喝和没喝的人做了一个比较 就发现 有喝咖啡的人 反而他的身体 比较少会有出现这些心脏病 癌症中风 甜尿病这些问题 其实重点就在于 你有没有喝堆咖啡 对 今天如果说他听到这个新闻 我喝三杯咖啡很好啊 他拼命喝 可是糖尿病出来了 因为他喝错咖啡耶 好 其实要喝堆咖啡 咖啡反而其实是 让你身体有很多方面的好处 那么在于我们的这个咖啡 有什么好处 最重要就是低提升 让你提升心脑 工作一整天很累个后呢 可是你喝了咖啡 你立刻好像charge了电 有充电的感觉 再来就是我们家的主业 刚才有说到 他就给足我们身体 很多重要的矿物质 也可以达到排毒 大家其实不要忘记 我们也加了一些可可进去 其实可可 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分 可以助进我们的好的核产生 所以你喝了这个咖啡的时候 你就会很开心 和你的另一半 就会samasama很开心 哈哈哈 然后呢 刚才讲的重点就是东哥阿里 这个东哥阿里 我们加了三种 所以这三种呢 就可以帮助你 对 肾方面啊 都会非常的好 再来就是心脏啊 最重要就是 女性 男性的可能关注 可以帮助这一方面 无意中可以帮助了 真的 我们已经把这个产品 找了找 给一些男性朋友试 我们那时候 test的时候 我们给男性 顾客是 为什么我们要看效果 的确有哦 所以我们才推出来 不然我们不推出市场 OK 最后就是我们 有了这个田业局 他就是可以控制选拔 其实我发现 最近回来的 feedback 都是讲这个咖啡是适合糖尿病 所以我想 可能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出发点 因为市场上的确很少咖啡是针对性 没有糖尿对不对 那么刚才有讲到说 见证嘛 对不对 对我们其实沙巴那边 早前有给了一些顾客尝试 尝试 那么他是叫 他本身呢 是因为咖啡 他很喜欢喝咖啡 因为工作关系 他每天都很累 那么给他喝了 大概他每天都喝了两包过后 他就发现一个星期后 身体的精神特别的好 再来就是他觉得味道方面 不会太甜 刚刚好 所以他觉得非常好 所以他 那时候也是问 公司几时可以出啊 所以今天就很好了 他就有机会可以购买 再来另外一个 testimony 嗯 这个是叫阿没有的 也是在沙巴区的 他也是一样 是因为咖啡爱好者 他同样吃了 就是每天早晚喝 呃 两包就是一包一包早晚 那么 他喝了一个星期过后呢 嗯 也是同样有那个精神方面的改善 最重要就是 他不只提补充他的体力 他也发现 男性方面的魅力提升了很多 所以喝了这个咖啡 man不man man 叫小声 很man 真的是很man 女性 喝了 woman woman 因为男女都可以喝的嘛 所以你喝了过后呢 你两夫妻的感情会特别好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称这个咖啡为 summer coffee 就是他其实有一个意义在里头 那么怎么重爆 很简单 打开一包 加水 就喝 是不是很简单 然后还有一个动作前提 就是你要买一包先 哈哈哈 ok 好 那么一个温馨的提醒就是在于 因为有些俘虏的朋友啊 还是他在怀孕的话 毕竟他还是有点咖啡因啦 所以我们不会很建议 可是如果说他要提升是ok 一天一包 是没有问题 最后就是 嗯 我们的这个咖啡呢 其实他有个表话就是 与你共享的好滋味 那么我们这个summer coffee的logo 美啦 美 美哦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注意到 他那个咖啡豆有这样子一个形状 有哦 好像一个什么 love love 韩国不是很流行的那个 啊 所以你去根谷讲 mustipol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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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清楚吗 其实这个logo我们是精心设计哦 它有很多的含义在里头 一个咖啡杯里面含了咖啡豆 然后把所有东西融合在一起 所以你今天不管是好朋友 还是你的同事 还是你的家人 喝了这杯咖啡过后 感情就会怎样 变好 sama sama ok 所以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